我有位不戴水晶的粉絲 難道他只是貪我英俊 你買的水晶是否幫不了你的手呢 不要緊 上來找我Peter Sir 我幫你的水晶重新做調頻 有位粉絲就問 Peter Sir 我是你的粉絲 不過我沒有戴水晶 我對水晶很有興趣 但問題我想請教你 Peter Sir 他經常睡覺都發惡夢 兼且有頭痛的跡象 我想和這位粉絲說過 為何會的 其實如果你有這個問題出現 很可能能量低偏低 能量不穩定不平均 這方面如果你不戴計劃 我會建議你 放在旁邊一個水晶球 圓形的水晶球 為何 水晶每秒釋放800萬次 人家已經供應了 而他可以將能量場穩定 如果你說有少少頭痛 我會建議你放紫色的 球形 不要亂放 為何呢 像現在這些 尖形的柱形的 這些是擺陣的 是有原因的 如果你說 發惡夢 頭痛 放在床的旁邊 這可以穩定 穩定你的能量情緒 亦都可以將你的頭 多出來的能量減低 如果沒有頭痛 一般來說 我們建議一個 白水晶球 大小 當然不用太大 也不要太小 也放在旁邊 不需要帶在手上 因為白水晶球 是一個能量放大氣 把身上的負能量 或者不平衡的能量 變得更加和諧 更加平衡 所以嘗試放一個 可能會有一較好眠